这个视频你们一定要看一看 这个女生想要减肥 结果老公给做了一桌子的菜 我看了底下几个高赞的评论说 男的自私缺德就是怕老婆瘦下来以后甩了他 那这件事情我为什么要发想说什么呢 首先这个男人这样做 我个人觉得肯定是有一点问题的 他没有尊重老婆的意思 这也是我们在实际咨询的时候发现的 夫妻之间最容易出现的问题 就是每个人都知道我们要尊重自己的另一半 但实际做起来其实很多人不太明白 到底什么叫做尊重 其实对对方的需要给予支持 不强迫对方按照你的方式你的要求来 有些时候就叫做尊重 比如这个要减肥的女生 她的需要是减肥 所以她老公如果要给她支持 应该像有些人说的那样 给她做减脂餐对吧 帮助她减肥 而不是做一桌子的肉 还逼着她去吃掉 那下面其实是我最想说的话 就是这对夫妻非要说他们有问题的话 我可能看到也就是这个问题了 这是大问题吗 可大可小 可大是什么呢 当你不知道什么叫尊重的时候 那可能每件事情 你都会做得让对方非常难受 你自己做了很多对方不领情 你也难受 夫妻感情很多时候就是这样被破坏掉的 那可小是什么呢 就是这真的就是一个行为上的不尊重 而引发行为不尊重原因可能有很多 有时候是这个人的认知和概念没到位 并不是他主观上 内心上就是故意不想尊重老婆 现在很多人对这对夫妻关系 或者对夫妻关系 婚姻想法真的太过于极端 一点事情没有做到位 就另外一半啊 一点事情没有做到位 就会被无限的放大上升 说什么说 这就是这个人人品不行 好像两个人结婚那个人就是为了憋着害你一样的 说实话现实中的婚姻 普通过日子的夫妻 大部分真的没那么多心眼 很多人就是观念没跟上 认知没到位 他的父母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 可能所有人都是这样过的 他没有办法做出自己认知以外的事情 仅此而已 如果一点事情都能上升到缺德自私 你会发现这个世界真的没有好人了 每件事情你都可以找出来 他自私缺德的地方 极端的情绪 可能你看起来是很爽的 但是这第一并不是客观事实 第二这样带着仇恨 故意和不信任的情绪去过日子 反噬的是你 被情绪如意的 是你内耗的 还是你过日子有问题 就去解决 是其实真的没那么难 让你觉得难的 全是你的负面情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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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